選戰是打了越來越火熱了 不過反觀房市卻是冷嗖嗖 有雜誌就分析了 第三季北台灣的推案量 就比去年同期掉了四分之一 研判是要到選舉過後 建商才會大舉推案 不過房價可能要到明年 才會有鬆動的跡象 人群裡候選人忙著拉票 隨著九合一選戰 投票時間拉近 氣氛越來越火熱 不過反觀最近的不動產市場 卻是急速冷凍 受到選舉影響 第三季北台灣的推案量 大減超過24% 根據雜誌的資料報告 今年第三季北台灣總推案量 為2927.18億元 若是與去年同期的3880.07億相比 減幅高達四分之一 雖然選戰造成房市推案量卡卡 不過專家評估 選舉過後將會出現 推案量暴增的情況 選完之後大概利空出境來看 雖然房市能收收 但讓人不解的是 房價卻沒有相對下滑 成交的個案 房價依然上揚 因為明年總統大選 這個打房力道勢必還要再出來 應該在明年年中左右 房價 那看建商 假如建商不讓利 就是說用今年的思維 就是說 我去年賣50萬 我現在還要賣50萬 那你這個房子一定賣不到 在目前房市量增價不跌的情況之下 投針不妨預作準備 等到價格回跌的時機到來 經濟日報 下午見 台湖島